Hello,大家好,我是脖子戏 《甄嬛传》是一部制作精良,人物丰富的好剧 可里面有些人物被反复提及,却从来没有尽头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活在台词中的人物 看到标题,大家都会想到那个神秘的女人吧 她就是纯元皇后 从大家的口中,我们得知她是一个能谈悔唱 精通诗词,温柔善良且倾国倾城的女人 后宫中所有人的才情都不如她 唯一的缺憾就是不会活着 她有着皇帝全部的爱 并且死后还给她的妹妹帮了不少忙 她就是那个不在江湖,江湖却一直有她传说的人 第二位就是安琉瓶的父亲安比怀 我知道她曾经是一个香料商人 后来捐官当上了苏阳县城 又经皇上提拔成了知府 最后因为贪污和兽女儿牵连被斩 她贪财好色,客戴发妻和女儿却有不少小气 然而这一切都是从台词中了解到的 她从来没有出场过 我们却从几句台词中了解到了她的一生 也是很精彩了 第三位就是博尔吉吉特贵人 他是猛军旗,入选便是贵人 我本来以为这样一个出身不俗 入宫位分又高的人 后期会有不少戏份 没想到除了开头两集 提到几次之外就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连镜头也没有 可能是因为聚集过多 这样一个人物被生生的剪霉了 最后一位就是吴阿哥了 阿哥之心,并不比吴阿哥少 你看吴阿哥,不也一直寄养在外吗? 没了三阿哥 还有四阿哥 还有吴阿哥 对不起 还有六阿哥 本来是一个尊贵的皇子 却从来没有镜头 到了后期 皇上提出吴阿哥淘气 从未动过国本之念 连他的生母也被养的圆明园 天资不足 又屡次犯错的三阿哥都被细心培养 这个吴阿哥也真是倒霉了 他的存在也可能只是因为这部剧 描写的是雍正时期 不得不安排这样一个角色 可是在各种宴会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吴阿哥 也太过敷衍了 以上是我总结的那些活在台词中的角色 如果大家还能想到其他我没有提到的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中多多补充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财 爱你们哟